如果要评选对阶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厂家 卡普空必定榜上有名 从1989年年末开始 他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两次推动了阶级主流游戏类型的大规模变更 特别是街头霸王2开创的FTG时代 因为过于成功 导致进入1991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阶级游戏的类型变得愈发单调 可以说卡普空开创了一个时代 但也可以说他扼杀了一个时代 而在进入90年代前 无论是街机家用机还是电脑平台 游戏的趋同化倾向还不明显 虽然某款游戏爆火后 市面上同样会快速的出现大批同类模仿者 但当时很多有追求的开发人员 并不满足于一直开发屏体作品 即便是制作热门游戏同类作品 他们也会尽力在自己的游戏中 创造独一无二的元素 所以即便类型相同 甚至观感上非常相似 但整整优秀的作品在各自的系统中 总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 1986年2月初代塞尔达传说上时候 市场上立刻就有很多同类的作品跟进 其中同年8月由南梦工出品的 《女武神冒险》绝对是这些模仿者中 素质较高的一部 而且因为当时大多数游戏 通常都是以男性作为主角 所以女性角色作为主角的《女武神冒险》也算得上是女主游戏的先行者之一 出色的游戏品质加上女主卖点 让《女武神冒险》获得了成功 而南梦工在之后几年时间里 每年都会推出一款以女性为主角的游戏 比如1987年的神奇女孩 1989年的《女武神传说》 以及今天视频主角 1988年上市 与前面两部作品 并称为80年代南梦工三大女主游戏的爱丽丝冒险世界 不过既然聊到了萨尔达传说了 那就必须得稍微多说两句 5月12日 萨尔达系列的最新作《王国之类》已经正式发售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现在已经抱着Switch 在海拉鲁大陆开始了新的冒险 那些手边暂时还没有买Switch 无法在第一时间与林克一起去帮助萨尔达公主的朋友们 也不用眼红羡慕他们 拼多多连和我这边为大家准备了一波不小的福利 特意拿出了一批全新正品任天堂Switch 要搞一波9.9元的惊喜秒杀活动 回馈各位粉丝朋友们 除了《王国之类》下半年 Switch上还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新游戏上市 现在以超低价入手一台全新主机 省下来的钱就能多买几个游戏了 有热门的宝可梦马里奥可以玩 活动绝对真是有效 你们只要还能看到屏幕下方的链接框 就还有库存可以抢 名额有限赶紧拼手速开抢吧 抢到绝对是赚到 Hello大家好 我是专注者 现在跑题的布斯尼奥琴璇 虽然1980年代末市场上 已经有一些以女性作为主角的游戏 但这些作品在整个游戏市场中 总体的占比还是少数 所以当时一款女主游戏 只要质量能够及格 往往都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关注 爱丽丝冒险世界游戏本身 在第二回Games的大赏中的成绩 只获得了最佳画面第7名 和最佳VGM第8名 在年间最受欢迎百款游戏排名中 也只排在第31位 这样的表现在当时只能说是成绩相当一般 可游戏中的主人公爱丽丝 在游戏本身成绩一般的情况下 却拿下了这一年Games的大赏 最受欢迎游戏角色第二名的成绩 爱丽丝能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除了因为女主游戏的稀缺性带来的话题 角色设计阿诺清水同样功不可没 漫画家阿诺清水本名清水雅致 他除了是位漫画家 过去还是加勒口的游戏开发人员 曾担任过银河任侠传的制作人 不过相较他的漫画和他开发的正经游戏 当年十一区玩家更多接触过的 他参与的作品是各种色色麻将 传闻在1990年之前 日本节级厅里出现过的各种麻将游戏里的角色 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清水艺人之手 除了阿诺清水之外 清水雅致还用过西岛课验作为自己的笔名 而这个笔名后来导致很多人将他与动画导演西岛课验当成了同一人 至今在互联网上 这个误会还在流传包括爱丽丝冒险世界英文的维基条目中 现在还写着本作的美术 是由动画导演西岛课验负责的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 同年获得最受欢迎角色第一名的是同样来自南梦宫的游戏 《绝伦超人》中的主角Bravo们 这位超人在游戏里还有另一重身份 是一名叫中村等的普通上班族 中村等也进入了当年最受欢迎角色的榜单排名是第12位 而中村等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南梦宫创始人 时任南梦宫社长中村雅哉的漫画形象 接着回来说爱丽丝冒险世界 虽然游戏由南梦宫发行 但这部作品主要的开发工作并不是由南梦宫本部开发团队完成的 而是由南梦宫的子公司NH System负责 虽然NH System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子公司 但是爱丽丝冒险世界的品质绝对对得起南梦宫的招牌 特别是画面的质量 在同期的阶级游戏中妥妥的算得上是一流水准 虽然在Games的大赏中他只获得了最佳画面第七名 但我个人觉得他真正的素质并不比排在他之前的几款游戏要差 甚至要比一些几年后推出的游戏还要好 游戏的灵感来自于英国作家刘耶斯卡罗尔著名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和爱丽丝镜中其余记两部小说 不过虽然是以这两部书为主题 但实际的游戏内容与小说的原著关系倒是真说不上有多密切 要认真掰扯起来的话 游戏与小说的关联比较紧密的内容 也就是主人公爱丽丝 兔子先生和皇后这三个角色 游戏的冒险在镜中世界进行 部分关卡的设计灵感参考了一些小说中的场景 然而即便是游戏与原作之间确实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但爱丽丝冒险世界还是被算作十一区第一部 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与爱丽丝镜中其余为主题的游戏 而且与这两部小说的风格一样 整个游戏里充满了浪漫的童话趣味 无论是主角还是敌人的造型都采用了Q版的可爱风格 爱丽丝攻击敌人的方式也不是靠什么暴力武器 而是用一根吸管吹肥皂炮 按下A键可以吹出一个肥皂炮 按住A键则可以让爱丽丝蓄力 蓄力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爱丽丝吹出的肥皂炮体积会不断变大 泡泡的攻击力也会随体积的变大而增大 当然蓄力时间过长的话 这个泡泡最终会被吹爆 按下B键可以发动跳跃来越过障碍或者躲避敌人的攻击 在跳跃过程中爱丽丝不能吹泡泡 每次跳跃的滞空时间是固定的 滞空过程中玩家可以继续使用摇杆来调整爱丽丝的落点 如果只看基础的控制系统 好像与当时常见的其他全校ST级游戏相比 也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爱丽丝冒险世界的游戏体验 其实与同类游戏有很大的不同 当年大部分ST机中出场的角色 无论在背景故事里被描述的如何强大 但在实际游戏中大多是一碰就炸 或者挨一下就战术后仰的碰瓷艺术家 都不知道他们是履历造假 还是专业演员来骗玩家投币 而本作中的爱丽丝 虽然表面上是弱不禁风的小女孩 但她实际上的体质 要比同行前辈们强的不是一心半点 在整个游戏里除了一个特殊怪物 其他任何来自敌人的攻击 无论是身体碰撞 还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或者是被路上的障碍物撞到 都无法对爱丽丝造成伤害 这些在很多游戏里对主角一招毙命的手段 只能把爱丽丝向后推出一小段距离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爱丽丝本身几乎可以算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不过爱丽丝虽然体质极强 不会被敌人直接原地打爆 但小姑娘还是有弱点的 游戏里的所有战斗 都是在一个有边界的平台上展开的 玩家用摇杆控制爱丽丝正常移动 即便主动贴近平台边缘 也不会让爱丽丝离开平台 但爱丽丝的跳跃动作和敌人的攻击 产生的强制位移 就有可能让爱丽丝冲出平台边缘 一旦爱丽丝离开了平台的范围 就会发生跌落 被判定为死亡 单纯看死亡极致 这样的败北条件好像要比同类游戏宽松不少 但爱丽丝冒险世界毕竟是一款阶级游戏 要是真没有难度的话 凭什么收割玩家的硬币 遭到敌人的一次攻击 爱丽丝后退的距离确实不远 如果不是站在非常贴边的位置 被打一下就飞出平台的可能性不高 但实际游戏里特别是流程的中后期 地图中敌人的密度和攻击频率都相当高 想要避开密集的攻击异常困难 即便没有敌人的攻击 刁钻到有些变态的地图设计 也会导致玩家频繁出现操作失误 自己让爱丽丝主动的跳出平台外 爱丽丝冒险世界难度较高 除了敌人和地图本身的设计 就充满了阶级游戏坑壁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 是它存在一个设计缺陷 为了体现出爱丽丝离开平台后 从高处跌落的视觉效果 本作采用了斜45度辅视角 这种视角在各类游戏中都很常见 但它其实并不适合每一类游戏 特别是像爱丽丝冒险世界这种 结合了大量动作要素的全项STG 因为这类游戏的战斗 既需要玩家操作精准 游戏画面反馈的信息也要很精准 这样玩家才能更好地推进游戏 但斜45度俯视角 会让玩家对屏幕中目标与目标之间的位置关系 产生一些奇怪的误判 从而导致游戏的难度被变相提高 虽然说部分玩家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 靠经验积累来纠正视觉误判 但这种纠正行为要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就不是每个玩家都愿意承担的 游戏的原名叫做Mersion Maze 其中Mersion一词是德语中童话的意思 所以直译的话 这款游戏的名字其实应该叫做童话迷宫 但是当年很多玩家在体验过游戏后 纷纷吐槽 谁家的童话那么变态 这难度叫他黑游妹子还差不多 这也是这款游戏的主角爱丽丝很受欢迎 但游戏本身受欢迎程度却低不少的原因 1990年12月 南梦公推出了本作的PC1移植版 PC1版与阶级版相比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游戏的视角变回了常见的普通俯视角 在PC1版游戏发售之初 南梦公对外的宣传口径是 因为PC1的机能及控制器的设计不能很好地支持阶级版所采用的斜45度俯视角 所以只能使用传统俯视角 但几年后 曾负责过阶级版企划工作 后来又参与了PC1版开发的中村生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PC1机能并不是移植版改用传统俯视角的原因 南梦公市场部在移植版开发工作正式开始前 向开发团队反馈了大部分玩家们觉得阶级版的视角设计 对游戏体验产生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所以南梦公希望移植版能够调整视角 在听取了发行方的反馈后 NH System的开发人员决定在保留阶级版基础系统的前提下 PC1版的视角改回普通俯视角 并根据普通俯视角的特点重新设计关卡地图 所以PC1版虽然与阶级版同样有9个关卡构成完整的游戏流程 但PC1版有大半的关卡是全新的 而且针对新的关卡主题还加入了很多新的敌人与boss 虽然基础系统没有太大变化 但PC1版的内容绝对称得上是诚意满满 经过开发人员们的努力工作 到了1990年2月 NH System终于成功的倒闭了 NH System的意外倒闭 让爱丽丝冒险世界PC1之版以及另一款游戏负责开发 同样计划在PC1上发售的卷轴STG 最终爆破这两部作品的制作被迫中断 但两款游戏的开发进度当时其实都已进入尾声 如果最终无法上市 作为发行商 南梦工前期所有的投入就都打了水漂 所以南梦工果断的找了一家 名叫NOVA的公司接手两部游戏的后续开发工作 这两款游戏最终分别在1990年的9月和12月上市 这个是如今看上去好像就是个意外的小插曲 但这家叫NOVA的小公司 在接手两款游戏余下的开发工作之前 其实还接手了大部分NH System的前员工 所以这个是如果仔细评 总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 闲程结束我们还是说游戏 虽然PC1版视角的调整 使玩家对角色移动和攻击方向的掌握变得更加精准 而且重新设计的关卡地图也减少了过于刁钻的地形 但PC1版的整体难度却并没有因为这两项调整下降太多 因为在PC版中爱丽丝受到攻击后被击退的距离变远了许多 原来要连续遭受三四下攻击才会被推出平台的情况 在PC1版中变成了只要爱一两下攻击就飞出平台 所以很多玩家为了确保角色有足够的后退空间保命 就会下意识的控制爱丽丝更加的远离平台边缘 最终变相的缩小了角色的可移动范围 从而导致角色躲避敌人攻击的难度又变高了 机器版与PC1版中都可以通过拾取各种道具来提升爱丽丝的能力 蓝色水晶球可以让爱丽丝无需蓄力就直接吹出最大的泡泡 绿色水晶可以让爱丽丝同时吹出三个泡泡 这两种攻击加成可以同时生效 紫色水晶能够提升爱丽丝的移动速度 鞋子可以提升跳跃的高度 以上几种道具提供的能力加成并不能一直维持 在拾取道具一段时间后都会失效 除了能力加成道具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道具 褐色水晶可以让所有敌人暂时停止移动 拾取到气球后如果爱丽丝从平台边缘跌落 他会使用气球飞回到场地中 也就是相当于一次复活 不过当前关卡拾取到的气球并不能携带到下一个关卡中 拾取到兔子玩偶后 爱丽丝身边会出现数个小兔子玩偶围着他旋转 在此状态下敌人的所有攻击都无法对爱丽丝造成任何伤害 相当于给爱丽丝套上了无敌光环 当然如果挖家此时要主动作死 自己控制爱丽丝跳到平台玩 这些兔子玩偶是救不了他的 最后两种道具红色水晶和怀表在PC1版中被取消了 红色水晶的功能是增加分数 但PC1版中因为没有分数记录 所以加分道具自然就不需要了 在PC1版中被取消的除了分数记录还有通关倒计时 在接机版中每个关卡初时的通关倒计时是180秒 拾取怀表后可以增加剩余的通关时间 通关倒计时在游戏过程中并不是随时显示 把爱丽丝带到镜中世界的兔子 每隔30秒会在屏幕右下角出现一次 提醒玩家当前的剩余通关时间 直到倒计时少于45秒 这只兔子才会一直在右下角 如果倒计时归零 玩家还没有通关 屏幕里会出现特别的怪物 他会迅速靠近爱丽丝 把这个柔弱的小女孩撞翻在地 然后直接重新开始游戏 这个怪物是整个游戏里 唯一能对爱丽丝造成直接伤害的存在 而在PC1版中因为取消了倒计时 增加倒计时的怀表和这个怪物 自然也就消失了 PC1版的角色形象与阶级版有很大区别 因为PC1版没有直接沿用 阿诺清水创作的角色形象 而是邀请了另位漫画家宝田光一 创作了新的角色形象 很有意思的是 就在PC1版爱丽丝冒险世界上市的8天后 另一款同样以爱丽丝为主角的游戏 有一家名叫Face的小公司 制作的爱丽丝的不可思议之梦 也在PC1平台发售了 这款带有一点RPG要素的横版ACT 游戏整体的质量虽然到不了优秀的级别 但也算是款品质扎实的作品 几乎在同一时间PCE上出现的两款爱丽丝游戏 虽然它们的类型不同系统也不一样 但也可以说是题材撞车了 不过这两款游戏除了故事题材撞车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 就是它们的游戏难度都不太友好 机械版游戏的剧情非常简略 水梦中的爱丽丝突然被出现的兔子 强行带到了镜中世界去帮她解救她的家园 当爱丽丝战胜了邪恶的皇后之后 她突然从梦中醒来 发现之前进入的镜子中出现了一段感谢她的留言 然后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而PCE版在游戏的开始和结束阶段 加入了更多的文本信息 极大地充实了这款游戏的剧情 爱丽丝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童话绘本 脑袋里还经常充满了各种奇怪幻想的小女孩 一天深夜她在睡梦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呼唤她 爱丽丝惊醒过来 发现正在叫她的是一只兔子 她从挂在床边的镜子中向自己求助 兔子告诉爱丽丝 她所生活的国度被邪恶的女王征服了 她需要爱丽丝的帮助 爱丽丝疑惑的问兔子为什么要选择向自己求助 兔子说因为只有能听到她说话的人 才能进入到镜中世界 说吧 兔子便将爱丽丝带到了镜中世界 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兔子将一根吹泡泡用的吸管交到了爱丽丝手中 并叮嘱她女王和她的手下最受不了这根吸管吹出来的泡泡 然后还没得爱丽丝反应过来 兔子就把她丢到了点心之国 就这样 爱丽丝在一阵恍惚中肩负起了拯救镜中世界的众人 经过了九个国度的冒险 爱丽丝击败了邪恶的女王 而带她来到镜中世界的兔子又显身了 她对爱丽丝保护了镜中世界的壮举 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爱丽丝面对夸赞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兔子询问爱丽丝 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打倒王后吗 爱丽丝疑惑的问 不是因为泡泡能把她干掉吗 兔子接着说但光靠泡泡的力量是打不赢女王的 而是因为你心中有爱勇气与梦想 而这三样东西正是邪恶女王最讨厌的 兔子接着叮嘱爱丽丝 这三样东西即使你回到了原来的世界中 即使你以后会成为大人 也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 因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有他们在 你就一定能克服 爱丽丝答应兔子 她不会忘记这三件事 也不会忘了兔子 听到爱丽丝肯定的回答后 兔子告诉爱丽丝 现在告别的时间到了 爱丽丝依不舍得问 以后是否还能再与她见面 兔子告诉爱丽丝 未来的某个时刻 他们一定会再见 很快 沉睡中的爱丽丝听到了妈妈呼唤她起床的声音 起身后还迷迷糊糊的爱丽丝 盯着面前空空如也的镜子 脑海中一片疑惑 她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床上的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乌尔再次传来了妈妈催促她起床的叫声 爱丽丝来到餐桌前 向妈妈问早安 然后就开始兴奋的 向她讲述昨天夜里 她如何从邪恶女王手中 拯救了兔子先生家园的事情 或许是对爱丽丝 平日里丰富的脑洞习为常 对于爱丽丝讲述的冒险故事 妈妈只是敷衍地回应她 对对对 那真是太好了 然后就催促她赶快把早饭吃掉 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 还沉浸于昨晚撞举的爱丽丝 此时关注点显然不是早餐 也不是上学快要迟到 她继续兴奋地对妈妈 讲述着自己在尽中世界的冒险 但妈妈对她的童话依然不感兴趣 故事也到此结束 如果用成年人功利的视角 看爱丽丝冒险世界的故事 可能会觉得游戏通关后 兔子对爱丽丝的那番叮嘱 多少有些鸡汤的味道 这种正能量满满的说辞 对玩游戏的小朋友来说 最终有积极意义的鼓励 毕竟心怀爱 勇气与梦想 确实能让一个人更好的成长 但真正长大后 踏入社会的你 探索比游戏 真实且艰辛的生活时 会意识到只有爱 勇气与梦想 是没有办法解决车袋 防袋 以及由他们导致的脱发危机的 你或许会慢慢的变成爱丽丝的妈妈 不再关注孩子们眼中神奇的童话 也不愿意再耐心倾听他们的幻想 毕竟鸡汤美味可他不管饱 但每个人或许都应该为自己保留一点点 在极度疲惫时 允许自己短暂逃离现实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但至少可以让人在短暂的喘息后 能获得多一点点乐观的情绪 继续去挑战Hard模式的生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 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做一个新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 或意见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